每逢农历新年 雪兰儿洲人家龙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会都别具奖心 展示精美绝伦各类花灯 适逢解害年 今年的主题灯是一家三口的可爱珠 分别寓意勤劳和谐以及随和 而且第一次以水墨彩绘点这花灯 画上了象征富贵的牡丹以及坚韧的梅花 祈愿新马来西亚繁荣昌盛 人家龙佛光山东禅寺的平安灯会计划一展 今年迎来第16个年头 依旧大搞创意推陈初心 经过三年构思 半年降薪巧作 七米高九米长的三个猪仔主题花灯 终于大功告成 紫色猪花灯是一家之主爸爸猪寓意勤劳 米色妈妈猪扮演和谐的角色 至于粉色小猪则有着随和的性格 一家三口衍生出今年灯会主题 猪式吉祥 把这个要成功要顺利 它必须涵盖的有一定的内涵在里面 也就是你必须付出 你要付出 你要给 你必须努力 你必须勤劳 流汗 你必须真的是非常的奋斗 努力你才会成功 然后你必须跟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那这三个几个元素下来之下 你愿意给 你愿意和谐 你愿意努力 我想你就会成功 才会诸事吉祥 以往的花灯彩绘都是用巴底布裁剪粘贴 这次的制作则是第一次用水墨彩绘法 画出象征繁荣富贵的牡丹花 以及坚韧不拔的梅花图 希望我国经济兴旺 代代繁荣 另外附体花灯玄奘大师西行记 以及正和下西洋也十分吸睛 气势盛大 至于在超过150个展示花灯里 也有花开花盒动感花灯 可以播放生日歌的生夏花灯 以及随乐曲节奏亮灯闪动的音乐花灯 而这些花灯不止漂亮 还十分环保 我们这里做的灯几乎没有超过10年 是没有淘汰的 除非是刚好它整个铁坏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做得那么辛苦 我们绝对不会随便浪费 我们会把它换皮 然后把耳朵剪掉 换另外一种动物的造型出来 菩萨用完了 我们换一个新装 我们运到台湾 运到其他国家去 别的国家也是展 也可以展览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循环在用 平安灯会计划一转将在这一个月31号 一直到2月19号 也就是元宵节 每天晚上开放让民众参观游览 欢庆农历新年 八度空间 陈欣怡 任佳龙报导